斯坦福大学人类行为学博士给出了一个颠覆认知的结论,一个人在网上不断切换注意力,会对大脑产生长期负面的影响,时间久了,你的大脑会被重新编排,专注力被慢慢吞噬,就像掉入一个无边的陷阱,专注越来越难。 举个例子,你在学习时有两个字不认识,然后你打开手机想要搜索一下,突然看到了一个有趣的新闻,看完后顺手打开了热搜,天啊,游乐圈里竟然有一个大瓜,作为一名合格的吃瓜群众,这必须吃啊,然后不知不觉两个小时过去了,你突然间意识到,我这是在干嘛,我得去学习了,但你打开书时,忽然发现,原来有两个字不认识,oh my god, 这个画面是不是似曾相识,小伙伴们可以打个一,或者把你的奇葩经历发到公屏上,那么成功的人就一定专注吗? 巴菲特和比尔盖茨第一次见面时,在晚宴上,盖茨的父亲问了二人一个问题,对自己影响最大的词是什么,并让他们将结果写在纸上,没想到巴菲特和比尔盖茨写的竟然是同一个词,这个词是什么呢?专注。 而巴菲特的专注是出了名的,他在投资上一直是投资自己熟悉的领域,不打无准备的仗,而比尔盖茨从大学开始就对计算机有浓烈的兴趣,并一直专注于自己的领域,取得了非凡的成就。 这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,所有的网站、新闻、app都在争夺着我们的注意力,我们就像在信息的海洋中游泳,逐渐迷失并淹没了自己,我们开始变得焦虑、彷徨,做什么事都心不在焉,手机隔几分钟就得看一下,生怕错过了什么,重大经文。 但我们的内心却越来越空虚,而专注力越来越稀有。 在《跃迁成为高手的技术》一书中有这样一句话,如果你没有驯服注意力的能力,你的时间思维会被完全打碎,你的大脑就会变成豆腐脑。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提高自己的专注力,成为拥有竞争力的高手呢? 我总结了四点,能够把你从淹没的海洋中解救出来。 一,确认最重要的目标,有一个小故事,巴菲特和私人飞机驾驶员迈克讨论职业发展方向的问题。 巴菲特让迈克在一张纸上写下人生的25个目标,迈克写完后,巴菲特对他说,从这些里面再挑选出5个最重要的目标。 写完后,迈克说,我知道了,你是让我先完成这5个最重要的,然后再慢慢完成剩下的20个。 巴菲特回答,错了,你一定要尽力避免去做剩下的20件事,就像躲避瘟疫一样去躲避它们,付出权力去做最重要的那5件事。 当我们聚焦目标,权力以赴,才会取得巨大的进步。 二,合理规划时间。 商增定律告诉我们,在一个孤立的系统中,没有外力的影响下,事物会越来越混乱,越来越无序。 如果我们不好好规划自己的时间,时间就会混乱和无序。 我们可以规划成,每天早起6点半运动,每天晚上8点到9点读书,9点到10点刷手机,等等。 当然,这个时间安排并不是一成不变的,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进行调整。 时间安排合理,也就减少了时间的黑洞。 三,番茄工作法。 它是练习专注力最有效的方法,即设置一个25分钟的番茄时间,专注工作。 这个时间禁止做与任务无关的事情,比如喝水,上厕所,等等。 等25分钟时间到了,休息5分钟,然后再进入下一个番茄时间。 这个25分钟是可以灵活变通的。 如果你的专注力极差,可以从5分钟练起。 专注5分钟做事,然后休息。 当你的专注力肌肉越来越强,再慢慢增加时间。 番茄工作法是提高效率的黄金法则。 很多时间管理大师都在推崇。 如果你对番茄工作法感兴趣,可以留言。 我可以专门出一期视频来探讨。 四,事实奖励。 项与其项人这本书中有这样一句话。 如何驯服一头大象? 首先,要足够了解这头大象,知道什么是大象所喜欢的。 然后不断地去激励它。 当我们每一次完成了专注力目标,也要给自己一些小奖励。 让养成专注的过程不再痛苦,而有所期待。 最后,有一句话要送给你。 无论这个世界多么喧哗,一定有人还在默默地专注地做着喜欢的事。 安静生活,寂静思考,记得点赞转发关注。 我是林修,一个专门分享干货的博主。 我们下期见,拜拜。